女性张嘉妮与富商买超在2015年结婚生子 不料却在2022年底被爆出婚变 有狗仔爆出买超在外搂妹的照片 因此外界纷纷怀疑她背着妻子婚内出轨 当时张嘉妮曾发文表示爱得起也放得下 疑似在暗示两人感情生变 今年4月甚至传出两人已经半坨离婚手续的消息 日前狗仔公开了跟拍买超的影片 只见她和朋友聚餐完后一起走进另一间酒吧 期间让一位身穿戏肩带短裙的正妹坐在她旁边 聊天时还伸手搂住对方肩膀 该名狗仔调侃买超的夜生活 安排得相当丰富 与正妹相处得很不错 暗讽对方婚内出轨的事情 对此买超不悦的发文表示 不要断章曲一边故事 直呼自己是被半年卡了吗 为什么狗仔要一直跟踪她 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但依旧没有对离婚谣言做出回应